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里是金鱼读书,欢迎大家的点赞和订阅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鬼谷子,常说这四种话的人,永远别深交 鬼谷子说,口乃心之门户 一个人嘴上说的话,往往就是他内心的真实表达 在与人交往时,从他所说的话,大致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 人品差的人,经常会说这四种话,千万别深交 第一,背后说人的闲话 老话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如果一个人热衷于议论是非 那这个人的人品可能就不太好 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 表面上和谁都好 幽默,分趣,左右焚园 但背地里就搬弄是非 随便一件小事都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谈资 这种人,欺软怕硬,心胸狭隘 还是近而远之的好 他今天能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 难免以后不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冷暖自知 正所谓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莫论人非 作为旁观者 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横加议论 乱下结论 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的人 走到哪里都会掀起是非 千万不要深交 第二,说怨天尤人的怨话 曾国藩说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 无故而游人,则人必不服 一个喜欢怨天怨地的人 上天看不上他 被他抱怨的人也不会服气他 在日常交往中 如果遇见爱抱怨的人 要赶快远离 千万别深交 这种人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 就会满腹牢骚 被负面情绪牵着鼻子走 甚至会把问题都推到别人的身上 他不会换位思考 更不会在意你的感受 通常会为了自己一时的嘴快 而让你心生力气 情绪是会传染的 抱怨的话听得多了 自己也会变得消极 陷入困境 一味地抱怨而不去改变的人 永远都只能在困境中打转 忙着抱怨的人 怎么会有时间 去发现生命美好的一面呢 第三 说张嘴就来得空话 孟子曾说过 臣者天之道也 私臣者人之道也 臣性是做人之本 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更值得深交 在人际交往中 经常会遇到喜欢夸夸其谈 肆意承诺的人 这种人往往很会说话 几句话就能让你心花怒放 对他产生好感 一旦你真的有事相求 他就会百般推诿 或者干脆跑得无影无踪 爱说空话的人 往往办不了实事 这只是他们获取信任和利益的一种方式 千万不要当真 人与人相处 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没有诚信 空话张嘴就来的人 往往是最不靠谱的人 把诺言当空谈 把承诺当玩笑 这样的人 不要深交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群人 以接人伤疤 戳人痛处为乐 一旦你跟他计较起来 他又会反过来质问你 是不是开不起玩笑 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 打着和你玩闹的名义 一遍又一遍地掀开你的伤口 千万不要和这样的人深交 更不要说心里话 否则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会不断地提起这件事情 甚至会在人多的时候 故意提起 让你难堪 看着你难受 他心里特别兴奋 表面上却会假装愧疚 不要以为这种人 只是单纯的情商低 其实他就是不存好心 如果遇见喜欢接人伤疤的人 一定要尽早远离 免受其害 这里是金鱼读书 愿书香常伴于你 感谢大家的收听